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NFT PIT SHOW 今天是2012年10月3号礼拜一 晚上11点钟 欢迎大家加入 感谢所有加入的朋友 hello大家好 欢迎欢迎欢迎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讲讲 这个市场上有几个新的项目 这新的项目的 逻辑呢 跟前一阵子的项目有点不太一样 那我们现在跟大家讲 比较多是市场上 这个新的项目 可以从中间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也透过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重新沉淀我们自己的思路 跟我们知道整个市场的走向 其实如果你市场 你就怎么讲 我们的市场如果花比较多的精神跟时间 你花多一点心思你去观察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些 我们在讲说内涵 外涵抗争闹 内涵看门道 其实你可以看出的一些蛛丝马迹 这蛛丝马迹 我待会可以跟大家聊聊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推特 推特这边 我们跟大家聊到 就是说整个NFT的市场 整个NFT市场 蓝筹是一个什么状况 我们带大家来看看 我们稍微来带大家看目前位置NFT 第一个我们看24小时过去24小时 我们主要以EAT为主啊 第一个还是RANGA RANGA是因为涨到2.68 然后再次KITARO WORLD 有561个EAT 过去24小时涨到0.28 然后LINGAGE NAME REGIS 然后再次Proofs NFT 然后再往下看 你可以看到GANS OSTAR 然后MUKA MURAKAMI 然后XSAMA XSAMA 那这下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 那目前为止这一波 我看这一波是一些比较有创意 而且跟艺术家有相关的这些项目出头啊 而不是我们传统的 无聊猴变种猴 MUMBER这些 现在是有一些新的艺术家风格的NFT 所以现在这个为止到目前为止 这个看起来是有一点像在孵化新的蓝筹的一个过渡期啊 我们知道蓝筹 如果你要被人家称为蓝筹 有几个前提 第一是你本身艺术风格 创出一个新的风格 那第二就是你在后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 这个Community 以及你本身的Funding Team是受到大家追捧 而且受到大家认课 那Community跟Funding Team是非常重要的啊 那第三个当然是市场上的认同跟价格 那如果是你的第一个当然是交易量 我们说一个月之内交易 或是总的交易量要超过一万个亿 那暂时现在目前为止不太容易达到这个标 那第二个就是你的价格 有办法持续在五个亿底上 甚至说真正的很棒蓝筹 你要要求十个亿底上 这个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大家 没有说一个规定了 那就是一个大默认的一个蓝筹的指标 目前为止有几个项目看起来有机会成为下一个蓝筹的指标 我们现在来看看今天最新的几个项目 第一个就是Kitaro World Kitaro World这边是一个777个 它又是一个故事的 你看Storytelling NFT 现在蛮多出来的NFT 都是以故事背景为主啊 比如这个Renga 比如Gain's the Old Star 甚至说Kitaro 这边喜多郎 Kitaro它后面其实还是用故事的这个形态啊 漫画故事甚至小说 那Kitaro你看这Storytelling NFT 那First Animated Ready Coloring Blocks the next month 它下一个月出来就会有这个猫 它就下个月 它就会出这样子一个卡通内容的 这个内容出来啊 那我们如果你要它的网站 你可以看到 哎 它这个猫是是做的还蛮不错的啊 那它这个本身是用 你看这个内容 是在东京的一个故事啊 这只猫从东京来呢 啊 是讲这喜多郎啊 喜多郎这只猫的故事啊 你可以看到这边commercial right 特别讲说 holder of the guitar will hold a complete commercial right to this asset they own that means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like to do with your guitar including painting t-shirt or more 他把商业版权留给 他就把商业版权留给持有者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棒的做法 那他其实后面这个做法 就比较像是无聊猴 无聊猴就把商业版权留给 无聊猴的求者 那你看这边 第一个无聊猴 Kitaro这边 10月3号 他这个地方推出 然后收out 收out两个部分是收out 那你说Kitaro元宇宙 完全收out了 你看最下面主 看这里 adventure adventure是将来他们后面的一个故事的内容 我刚刚看到他们这边甚至有merchant 我看一下他们这边有个merchant 这边merchant OK merchant不能点进去 他将来我觉得应该是会有merchant 毕竟像这样自己做自己的IP 还是会有一些不错的商品出现 这个其实看起来呢 这个感觉呢 就像是我们最近最红的 redgar还有像guest all-star 就是以这样的一个类似风格漫画形式的形态出现了 那我们来看到他的推特 推特这边有六千六万两千多 是一个不错的项目哦 那第二个我们带大家来看这个 bibo blocks 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花以及这个nft的一个逻辑是 以bibo的一个向 一个逻辑啊 你看他这边有一个讲说他是怎么样做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AI的一个算法 那我们要晓得 你看这边有一个nobleholder 他讲说snip dog gary v mark cuban 这是他们后面的一些holder Steve 然后justin beaver bibo 自己本身 然后princy bibo blocks 这边其实bibo blocks 这个murakami 在这里啊 murakami 我们晓得murakami是干嘛 murakami其实就是我们 这个clone x 还有整个后面的 这个猫 不是 这个花 我们花的这个作者啊 你看他这个地方发出来 是9月30号发 在目前为止 在10月4号这里 忽然间价格往上喷 我不是跟大家讲说要去追哦 只不过这看起来是一个很有趣的项目啊 为什么 因为creators fee 10% murakami 1111个 他跟 嗯 bibo 你看 这是把bibo bibo设计出来的 bibo自己推出的另外一个community support的NFT 大家知道bibo最早 其实他就是在事业上 第一个卖出6000多万美金 那他这一幅画有 几十个 30几幅画 还几十幅画 那过去10年所有的画作 集合而成的一个大作品 那这次他也在这个地方 推出自己的一个小的collection 我觉得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值得他参考啊 我们带他来看一下 背影 你看他的推特 他推的这边 有一万多人follow他 这个地方也收到啊 这个是这两天收到啊 然后我们现在从这今天在这看这两个项目都是跟艺术有相关的啊 都跟艺术相关的我们再大家看一下一个哎 这个是boobs 这个就已经不是艺术相关的哦 这个就会跟有点像是独的感觉啊 简单版的独斗 然后可爱版 那他后面现在目前为止看起来 这个就有点像是一个秘密的一个项目哦 秘密项目也不是说不能做 也不是说不好 只不过你秘密项目你要知道 我如果是秘密项目的话 我就必须进出 我一定要非常快啊 甚至说我的项目的内容 你看也没有人气 如果你有人气的话才会考虑去进场啊 如果没有的话 大家就是看一看就好了啊 那这里可以排到目前为止 在opensea前期也是蛮奇葩啊 那再来就是这个exosum啊 exosum啊 目前为止来到1760个交的ease的交易量哎 在这这样算起来其实还蛮厉害的啊 他这有发了10万个 竟然应该是卖完了啊 目前交易量可以涨到2.95哎 哇OK 他可以涨2.95哎 那代表他刚开始发出来 我看一下他刚才发出来 说价格是个什么价格 而他unique owner才38% unique owner是不多 价格第一天发出来4个ease ok ok 所以他其实回回到现在是2.几个ease 我们来看一下他网站 这个一个动画像是类似这样 日本3D的动画做起来 还是看起来不错啊 只不过 看不出来他后面 community主要是要拿这个东西做什么啊 他自己可以看到这边很多community的support subscribe ok moonbeams nova oh all right 所以这看起来其实还算是一个有趣的nft啊 我们看一下他的推特 Ethereum Ethereum compatible on pokedod OK 我们刚刚看到moonbin 你就可以看到他其实是crosschain上面的嘛 所以他虽然是在East 上 但他其实另外也在pokedod上也可以哦 他主要在East跟pokedod moon moonsama moonsama 还有这个real summer real summer moon summer 这就是pokedod上面的nft marketplace啊 那如果你在 难怪我觉得他会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因为他其实跟pokedod是一个跨链nft 类似这样的跨链nft不是没有啊 但是pokedod上目前为止 应该是很少看到跨链nft 从pokedod上跨到East的 我们之前看到跨链的比较多是stacks 甚至有avalanche 甚至hormony一些不同的 以所谓的 Ethereumcompatible的这些链啊 那pokedod这边反而是 OK 这所以算是很早哦 第一个或第二个哦 我之前没有看到pokedod店可以跨链跨到Ethereum上的 这个算是我走直到第一个 所以他这个其实有点历史意义的啊 如果你看这个exosama exosama的话 看起来是还可以啊 我们刚刚带大家看几个nft的项目啊 那是项目在目前为止看起来 市场上的趋势是什么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 有可能会成为新蓝筹 有什么 Renga我觉得有机会啊 Renga在不久将来 大家是讲说 有没有机会变成下主可以这样 这个是大家讲 但我觉得一个市场上 如果有nft会涨 很重要一个是 大家对这个nft的期望是什么 大家如果所有人认为他会涨 所有人呢 或是你的买家认为他会涨 这没有人会卖 大家形成一个共识的时候 nft就是往上涨 那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难 形成的一个共识啊 那你要形成这样共识有几点 第一就像我们讲 你必须有很棒的设计师 你很棒艺术风格 很好的的方令团队 很棒的community 甚至你的投资人都要认同这个nft 才有办法把nft的价格网上做啊 这个都是缺一不可的啊 但是你听讲起来容易 其实做起来很难啊 因为其中你只要有一个东西 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事情了 那我们顺便带大家看几个nft的新闻好了 这两天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为止看到整个nft的交易量 其实少了70% 97%啊 从1月份1月份高点到现在为止 少了97% 那我们晓得nft在2021年年底的时候 是一个大好啊 那到2022年目前为止 我们都试一下回档的状况 他们讲到nft以前这里punk前一阵子 还有交易了450万美金 之外其实nft目前为止 没有太多的亮点啊 没有太多亮点 就代表市场实际在回档熊市 而且是在一个building的状况 那另外上面有个nft讲说 how to pussy doubt using the Solana my sofiscal underwear 和卖内衣啊 这个女生发了一个叫pussy doubt 卖内衣 那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现在目前为止 nft是一个很大重点 是如何我把虚拟的东西 跟真实世界结合 这个是变成nft的项目方 跟nft的发行商 大家在思考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web2跟web3 在某一个状况之下 怎么样才能够结合 那这个项目有趣的是 他可以在一个发nft 同时间他卖自己的时尚品牌 那时尚品牌拿来当成是 等于是女性的内衣 你看most people like to the first associate nft digital only 但是呢 现在不是只有digital only啊 那像这个pussy doubt 那虽然是在nft 虽然是在Solana上 但他主要的诉求是什么 他说如果你有这个nft的话 你就可以买相对这个内衣的品牌啊 那这等于是从web3直接去开创一个新的风格 然后开创一个新的品牌 我觉得不久将来这个是会变成是一个趋势啊 web2跟web3之间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区隔 但是web2跟web3会有不同的生态出现 那另外这边有一个新的词叫做regenerated finance 然后这篇文章是讲说 what is the regenerated finance 那how can I impact nft web3 那你说regenerated finance是干嘛用的 那对将来的整个nft跟这个web3有什么样最大的问题呢 那他讲到说一般呢 什么叫做regenerated finance 就是说如果一般我们说去买一个东西5块钱好了 5块钱美金 但是你买完花完之后 你这个钱就花完了 你这笔钱就直接到了你的 等于是到了这个生产商 或是这个销售商 你们这个钱没有办法回到整个生态系统里面啊 那我们这边讲说所谓的regenerated finance是指说 如果你看在那边讲说 如果我买了一个t-shirt5块钱 但是这个t-shirt呢 主要是花给 花到这个儿童的劳工 所谓童工上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那说如果我们有办法说我花了这个钱 但这个钱有办法受益于整个生态圈里面的某一部分 那让生态圈里面的价值或是越来越增加 并不是因为生态圈本身的价值是可以透过 可以透过消费者或可以透过里面community 使用他的服务增或是又买他的nft 透过这个价值价值会持续累积啊 那所以他价值会慢慢的透过这个community 刚开始可能是从内部 然后会加入一些外部的资源进来 但是最后核心还是从内部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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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出来 那这就变成一个新的一个逻辑啊 所谓的refy 那是否web3跟ft有办法在整个social啊 跟public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 可以有这样子一个refy的逻辑存在啊 这个这边文章蛮有趣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来看 那cointelegram上讲到这个 那如果你问我 我就觉得这有点会变成是web3一个道 道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让人理解的一个逻辑啊 大家每次都讲说道是一个怎么样的好处 什么样的坏处 但是如果你问我觉得道是一个很不容易让人理解 第一第二道是一个方法非常难管理 那我怎么样有办法不要用道 甚至说用道或是不用道 其实是你让这个整个community有办法自己的成长 这个是折大声势的事情 如果有办法有人有办法把这东西悟透了 那把它变成是一个 企业化经营的逻辑跟流程 我觉得是在web3将来一个很大的价值点啊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 看大家什么问题 也感谢所有加入的朋友哦 我们周一到周日晚上十一点钟 NFT Pitch Show我们还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隔天也都是会有YouTube的内容啊 如果大家没问题的话 感谢今天所有参与的朋友 那祝大家一个愉快的夜晚 感谢大家请大面来 好晚安再见拜拜